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珍頭之》 我是芬池宗盛 今天此處持續下跌了300多點 其實你說這樣子的行情 這樣子的盤勢 它是不是有轉控疑慮 是不是會演變成金融風暴 或是說轉成全面性的空投 我認為說還早 其實你去看 其實出現一項關鍵的因素 你才要擔心說整個市場 它是不是基本面 有太大的改變 其實從烏俄戰爭爆發的第一天 一直到今天 整個台股它的基本面產業面 是沒有說太大的變化 唯一有改變的是市場上的資金 所以你說為什麼昨天跟今天 台股它的跌幅會到這麼的重 其實就像昨天講的 這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在於說 外資它去做被動式的調節 既然是外資做被動式的調節 它跟基本面是沒有任何的關係 基本面再好的股票 一樣跌給你看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 新興景碩南電 這三檔很標準的基油股 是不是 你就問法人問散戶 大家都知道這三檔 ABF宅板供需缺口很大 是基油股 照樣跌給你看 台積電是不是基油股 一樣也是 所以其實在這樣子的盤勢之下 你說它有什麼秩序 有什麼邏輯性可言 其實是沒有 因為外資它目前是正在做被動式的調節 為什麼會說它在做被動式的調節 我帶各位看 先看 今天的指數是下跌了300多點 你說這個位置能不能去低接 我的回答還是跟昨天一樣 可以 但是必須要符合趨勢產業 趨勢產業低接它才有它的價值在 你隨便去接檔股票 就算大盤往上漲 它也不一定跟得上 好 那你去看這張圖 新台幣 新台幣本週貶值的幅度很大 非常大 那新台幣往上就是貶值 其實在近期 新台幣它是出量貶值 代表說有一批資金 開始會往海外 好 那你說 台股不是具有高值利率的吸引力 為什麼新台幣會貶值 因為美元現在太強了 目前國際情勢比較混亂 除了黃金以外 美元就是避險的貨幣 它不去美元要去哪裡 是吧 但是它絕對不可能 把所有的資金全部轉為美元 它不可能去做這樣的事 它是在做被動式的調節 來 你去看 美元指數也是 美元指數在近期不斷在創新高 美元指數創新高 新台幣一直在貶值 你說這樣子的現象 台股怎麼會不跌 一定跌 百分之百跌 因為外資它在去做 比較大動作的調節 如果你說 美元是小幅度的創高 那倒無所謂 但是美元是大幅度的創高 新台幣是大幅度的貶值 所以外資一定要跟著去做調整 就像我講的 外資手上的部位 是幾十億幾百億在操作 它不可能跟你在那邊 什麼單點進出 它是以一個投資組合的概念 在去做股票 他們追求的是資產 與資產間的報酬率 當他發現到美元的報酬率 比台股好 比台幣還要好 自然會把美元的部位加重 把美元的部位加重 一些新興市場的股票 包含日股 包含韓股 港股 或是說陸股這些都是 這些他會去做調節 調節完之後資金轉往美元 所以其實在這樣子的過程裡面 你說台股有可能不跌嗎 不可能 台股它一定會因為說 外資去做被動式的調節去下跌 但是也不用太過於擔心 因為說既然是外資 它是因為說整個台股它的 應該說它是在做一個 資產的投資組合的平衡 那真的是做投資組合的平衡 它並不是看壞台股 台股不然是基本面 產業面 殖利率都非常非常好 只是說它不得不去做 這樣子的調整 那調整完了 它資金自然會重新再回到股市裡面 是不是 所以很多人會說在昨天 在今天 那我是不是要去做什麼樣的調整 然後做什麼樣的動作 那我認為說都不用 昨天跟今天我們就是靜觀其變 可以去逢低去佈局 去卡位一些 比較具有爆發力的趨勢產業的股票 但是不需要說去放空 或是說去隨便殺低股票 因為這樣子的盤勢 它是外資不得不去做一個動作 好 接下來觀察重點在這裡 接下來的觀察重點 你說台股會跌到哪裡去 來 觀察這裡 台幣跟美元其中一項開始質問 台股自然會質問 新台幣開始質扁回穩 或是說美元開始升值的幅度 開始有在震盪 開始高漲震盪 台股自然就會相對來講比較強一點 那真正需要擔心的是 因為現在很多股票 動輒都是2 30% 3 50%的股票 跌幅3 50%股票一堆 好 那你說在這個時間點 是不是要去做持股調整 我倒認為說不用急 只是說當你發現到美元或是新台幣 開始在質穩 它已經沒有說持續創高 或是說持續貶持的情況下 手上的股票還不動 這個時候就非常危險 代表說行情已經開始在回穩 開始在回穩的過程 你手上股票卻不動 這個時候就需要擔心 所以你說這個時間點 要去做什麼樣的動作 我認為說就像昨天所講的 趨勢產業目前可以確定的是 趨勢產業震盪後還是得漲 重點是帶量下跌 這幾天都帶量下跌 都有4000億以上 這是好現象 有量下跌絕對比無量下跌還要好 無量下跌這個才叫可怕 如果說它是帶量下跌 代表有低線買盤 低線買盤進場 之後該漲的它還是會漲回去 所以其實在這個時間點 就像是昨天所講的 我們可以去短線上 去操作一些原物料 傳產的股票 因為它短線上預計 還是會吸引到 避險的買盤進場 短線上去做這一塊的操作 中長線就去提前卡位 趨勢產業的電子股 所謂的趨勢產業 我再強調一次 不是說本益比低 就是趨勢產業 這樣在今年 這樣升息一點的情況下 很多股票的本益比 它就是應該要被下修 不要認為說本益比不到10倍 它就是便宜 絕對不是這樣 而是說它這項產業 它是處於一個 不可逆的趨勢上面 台積電的先進製程 7奈米 5奈米 3奈米 它不可能因為烏二戰爭 停在3奈米不動 它一定會往2奈米去發展 包含像是網通也是一樣 最好的例子就像是3G 3G 4G 5G到未來的6G 這個東西它就是一個趨勢 它不可能因為某一項因素 不去執行 是不是 所以近期我才會強調 先進製程 包含像是電動車的電池 電動車整體的產業 都是可以去卡位的股票 我覺得說在目前 這樣子的行情下 你去看 台股其實從今年1月 從今年1月 它是不好操作的 它是以一個震盪 震盪走低的方式在往下殺 如果你說這樣直接殺下來 倒是也還好 但是它是先震盪後走低 所以這樣子的盤勢之下 其實對於很多投資人來講 信心會非常的不足 信心會非常不足 尤其是你經過 從1月1號開始 經過了大約是兩到三次的 拉高再往下殺 拉高再往下殺 層層低 經過兩到三次這樣子的現象 這一次的下跌 你反而會不敢進場 是不是 但是你去看 我們以一個很客觀的角度來看 這一次的下跌 到時候只穩 它的買點絕對比這一次 這一次這一次這一次都還好 沒有錯 但是很多投資人會因為說 這一次 這一次的下跌 而在這一次不敢去買股票 我就覺得這非常的可惜 所以其實 當整體盤是只穩之後 台幣或是美元只穩 我認為下一波的漲勢會很強 主要就是因為 散戶的參與度一定會低 散戶參與度低 很多各國漲勢自然就會比較強 很多人會說 在今年行情不好 為什麼我要去做股票 行情不好 我是不是可以先觀望 做一些保守操作 其實我認為說 烏爾戰爭之前 與發生之後 對於整個國際情勢 跟整個經濟面 總經面 它最大最大的差別 就在於通膨 通膨這項議題 我在去年 我已經花了 還滿長一段時間有講過 通膨這個東西 它是一定會發生 包含在去年的年底 衛生紙漲價 我也是提前先預告 是不是 所以其實 你說烏爾戰爭 對於整個市場最大的改變 我認為是通膨這一塊 就在烏爾戰爭發生之前 通膨這項問題 它是良性的通膨 物價在漲 物價在漲 薪資包含就業率 也都持續往上提升 這是一個很正向的經濟成長 問題是當烏爾戰爭爆發 油價在創高 油價不斷創高 這個漲幅是很可怕 油價漲幅很可怕 除了油價以外 黃豆 小麥 玉米 鋼鐵 鐵礦砂 這些關於原物料類的股票 它漲勢都非常非常強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黃豆小麥玉米 在近期的漲勢 那個漲勢是非常非常的誇張 每天都是往上衝 也是因為這樣子的現象 所以造成本次 原本說在烏爾戰爭發生之前 它是一個良性的通膨 發生過後 我認為它在一年內會演變成停滯性的通膨 這個就很可怕 如果當演變成停滯性的通膨 就代表說 物價上漲 但是失業率是持續往下掉 失業率是提高 又加上說 本身的薪資成長的幅度 是跟不上物價上漲的速度 這就是俗稱的惡性通膨 惡性通膨一旦發生 就算你不去做任何的投資 就是說你不去冒任何風險 手上的資產不減少 但是它就會被動式的往下掉 同樣的錢 你能夠買到的東西 會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這是無可避免的 所以你去看 今天其實央行總裁 他也有特別講 他說 有人問說央行總裁 他會不會演變成停滯性的通膨 這一次的回答明顯很保守 應該不會 可能不會發生 是不是 為什麼會用這麼保守的用詞 就是因為其實大家心裡都知道 演變成停滯性通膨的機率很高 無二戰爭發生之前 我認為說這是一個 是還不至於會演變成惡性通膨 但是目前的油價在飆 原物料在飆 演變成惡性通膨的機率 我認為至少七到八成以上 既然是這樣 股票市場 它會是非常非常好抗通膨的手段 其實抗通膨的手段有很多 包含像是房市 或是買一些奢侈品 黃金債券這些都是 但是變現率最快 那它的機動性最高的 絕對只有股票市場 所以其實在現階段 你說行情也不是說特別好 那為什麼要去買股票 因為停滯性通膨 發生的機率很高 你不去把自己的資產增加 其實它變相了 就是被動式的再往下掉 那既然說這一塊是 早晚都會面對到的問題 那倒不如說 你終究是要去對抗通膨 惡性通膨終究會來 為什麼不趁本波下跌開始執行 所以我認為說 這一次往下回跌 反而是讓你的資產成長 去對抗說未來可能會出現的 停滯性通膨 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機會 所以其實在今天這樣子的盤面 讓你說要不要去低接 我認為說不用急 可以分批去買 但是不用急的 把所有資金都投進去 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 準備好一筆資金 準備好一筆資金 對抗停滯性通膨 就從現在開始 當然說手上如果有持股 也是利用這一次的機會 把一些不具有趨勢產業的股票 先去把它換掉 該換則換 所謂不具有趨勢產業的股票 我舉個例子 包含像是面板 包含像是成熟製程 這些都是 你不要看說面板今天特別強 今天的群創友達特別強 主要是因為他的殖利率夠高 但是如果你去看友達跟群創 或是像是加世達 他在全年的獲利 他覺得是衰退的 以目前的訂單量來看 今年的獲利 預計會比去年 往下衰退至少50% 至少50% 所以這樣 這類型的股票 他就不叫趨勢產業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大把是還沒有指紋 我們的做法還是一樣 把一些持股 該淘汰的就去把它淘汰 去做一些適度的太多流強 符合趨勢產業的股票 就利用指數在下跌 分批進場佈局 還有一項重點 預計就算大盤只有指紋 有一部分的資金 還是會停留在 像是船廠跟原物料 航運 航空 還是會停泊在這一塊上面 因為油價跟原物料 它在短期內 絕對不會回檔 它會持續強 會持續強的話 部分的資金 一定會卡在這一塊上面 所以包含像是2618的長榮航 今天也是因為大盤影響 持續在下跌 我認為說 這一波把籌碼洗完之後 長榮航戰 接下來它還是有機會 還有包含像是 預估值率也是非常高的 2603的長榮 往下回跌幾乎是跌到了 本波上漲的起漲點 這一次也是一個很好的切入點 當然還有包含像是2615的萬海 萬海它是這三張股票裡面 全點獲利 預估是最好的一檔 往上拉 所以這個位置 它也是有它切入的價值在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時間點 你說行情也不是說特別好 為什麼要去買股票 最大最大的原因就是 你必須要面對停滯性的通膨 你需要去把自己的資產往上去提升 剛剛好利用這一次的回檔 我們就從這一次回檔開始去進場 操作手法還是一樣 短線上去操作比較強勢的 傳產跟原物料 中線提前去卡位 會爆發力更強的電子類股 利用廣告時間直接來電 先進一段廣告 給身體輕鬆更強氣 添加日本的珍貴乳鐵蛋白 給身體健康有趣 由日本百年大廠 三德利新技術研發 成分單純 通過SGS檢驗認證 無添加香精及甜味劑 我是艾莉克斯 自從有了Tadas Buffet玉莉菌 現在我每天貴力地上廁所 輕鬆又乾淨地排出去 而且一天一包Tadas 不管是跟朋友出去玩 陪家人 運動 工作 讓我保持年輕有好活力 現在購買 立即贈送三天份增量包 最高享85折優惠 全台免運費 最多送15天份 快趁現在 讓身體順暢有元氣 快撥打0800-030-407 0800-030-407 摩爾堅持 用心選股 從全球經濟脈動 到總體經濟及大盤 摩爾堅持 技術面 基本面 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從研究川普 到封城不足 去跟基本面 到深夜市泡面 摩爾堅持 衷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量 唯有摩爾 英文俠爾 歡迎來電 0800-66-8085 0800 來來幫你幫我 Uber Eats 優想會員 會吃喝 會採買 會省錢 會賺到 會免運 很會喔 優想會員 平均每月省450元 世界最任性的穿越青鬼 叫李子爸 防空洞裡的民族記憶 在建州 火河座項鍊 萬物皆福提 週日晚間六點 夏天宏鑽飄 贏菜文教基金會 大陸巡奇 今天的主題是 浪浪公益 然後美觀執行任務 所得的費用 會全數捐入 台中市動物福利基金 所得動物福利基金的任務 就是讓剛剛你相處的Youtube 那個起點 在終點呼喚它 它過來就算成功了 好 尤其來 尤其好棒喔 寶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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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再裝了 吳豬勝一維他命EC口含力 極樂遊戲 最專業深入的追蹤 最權威公正的評論 最真實的聲音 都在庶民大國家 朝一到週五 每天下午4點 晚上8點 盡情鎖定 中視新聞台 所以其實在股票市場裡面 漲漲疊疊 本來就是非常正常的現象 只是說你要懂得 怎麼利用這一次的下跌 去尋找它的獲利機會 其實如果說 我們以一個大方向來講 就像我講的 今年因為它卡到的因素 實在是太多了 包含說 烏爾之間的衝突 地緣政策的風險 慢慢已經現在演變成說 好一些金融體系跟金融戰券 它的風險 也是因為說 不確定因素太多 等於是說 你分析對了A 同時又可能會有B的利空 突然爆發出來 與其說你要去做這樣 比較無意義的分析 倒不如說針對牌面上的現象 哪裡強 資金在哪裡 我們就去哪裡賺 目前可以確定的就是這兩點 趨勢產業震盪後還是得漲 還是得漲 代量下跌 代表說有賣盤再去低接 是不是 所以其實 這兩天的下跌 我認為說 大家就把它視為是外資 因為新台幣在貶值 美元在大漲 而去做了被動式調節就好 不需要太過於恐慌 那就像我剛剛所提到的 因為說在從1月1號開始 1月1號一直到今天 市場上遭遇到了大約是 3到5次這類型 先拉後跌 先拉後跌的行情 所以這次的下跌 真的敢進場的投資人 相對會少 相對少也代表說 接下來的行情會很好 一旦指紋 它行情會非常的強 所以就像我說的 其實在股票市場裡面的面向 有非常多 最重要的就是說 看懂目前的資金 市場上資金在想什麼 Light跟Telegram IT就是WE178 WE178 前面接著加小老鼠 兩個平台 我都會告訴各位說 今天整體的盤市資金 盤面上的資金 它到底在想什麼 或是說這個時間點 比較另外一個面向的 另外一個面向的邏輯 到底是長什麼樣子 當然說如果你手上有持股 不知道它是不是符合 所謂的趨勢產業 一樣競速來電 或是私訊兩大平台 都會去幫你做處理 當然說 就像剛剛提到的 短線上 就算大盤指紋 預計有一部分的資金 它還是會落在 船廠跟原物料 所以包含像是 長榮 陽明跟萬海 我認為說 它都還有機會再過高 包含像是華航 長榮航 台灣虎航 或是說 接下來有機會新貴的 新女航空也是一樣 它都有機會再走出 新一波的行情 因為這個東西就像我講的 它在吃的是一個市場的氛圍 市場的氛圍 否則你去看 群創跟友達為什麼今天會漲 群創跟友達在今年的獲利很差 今年獲利絕對沒有辦法跟去年比 甚至它會衰退五到六成以上 獲利這麼差為什麼今天能夠逆勢漲 因為它有殖利率 它比較偏向是保護作用 所以也是因為目前的盤勢 所以我們還是一樣會放一部分的資金 放在船廠跟原物料這上面 等到電子真正大幅度的轉強 它成交比重回到六成 七成以上 再把所有資金轉移到電子 但是這個同時 我們需要提前去佈局 趨勢產業 因為它震盪後還是得漲 包含像是 最好的例子就是台積電 很多人說台積電600元一下買 買完之後又再續跌了兩天 台積電這種股票你去買 看的本來就是一個中長線的展望 所以你說600元以下台積電能不能買 我今天的答案還是一樣 非常肯定 絕對是可以 台積電你之所以會去買台積電 你就不要期望它在短短幾天內 會漲個10%到20% 台積電在買的本來就是一個穩定度 本來就是一個長線的發展 所以如果說好 不想去選股 那不想去挑股票 台積電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最重要的是台積電 它本來就符合所謂的趨勢產業 台積電它在先進製程這一塊 3奈米 2奈米 一直到未來的1奈米 這個東西它已經是全球半導體的話語權 這個已經無關獲利 無關什麼基本面 它就是全球的話語權 所以它一定會往這部分下去做推進 當然說台積電買的就是一個 中長線的穩定度 除了說台積電以外 當然也可以去買進它旗下的一些 相關的設備廠 像是1560的中砂 今天一樣是跟著往下回跌 但像中砂它也是符合所謂的趨勢產業 3奈米先進製程量產 鑽石碟它的需求一樣會旺盛 所以中砂拉回來 我認為它也是值得去低接的股票 包含像是8091的翔敏也是一樣 翔敏它也是負責整個半導體前端的一些耗材加工 既然是耗材加工 它也是一個不可逆的大趨勢 就跟著台積電走 包含像是電動車也是一樣 就像昨天講的 電動車這項產業 它不可能因為說無二之間怎麼去做衝突 導致說電動車不發展 4739康普也是 4739康普它也算是符合趨勢產業 當然不只康普 是拿康普當例子 電動車電池上游的正規材料 今天是不是先收紅 今天大盤跌三四百點 康普它一樣是收紅 其實在這一段 康普相對來講也是比較強勢 相對來講是比較抗跌一點 這樣子的情況也代表說 為什麼一單股票會比較抗跌 除了說它可能本身股性就比較扭以外 另外一項就是說 它被賣出的優先順序 是被排在比較後面 也是因為說它之後上漲的機率比較高 所以它自然會被排在比較後面 所以像康普或是說 美其馬龍炭這些 這些我認為說都有機會 包含像是昨天提過的 3661的市新也是一樣 3661的市新就像昨天講的 其實全年如果不計飛騰的話 至少是30元 加飛騰至少是36到37 如果是破千這就是送分題 如果有到破千真的是送分題 那接近一千元 一千零三十 我認為說也是一個非常便宜的股價 所以其實說這個東西 整個應該說整個IP股 整個IP系制裁 那我認為它也是一項不可逆的大趨勢 因為其實隨著說 各國半導體的眼鏡 那從3奈米 那到未來的2奈米1奈米 那很多的半導體商 它會希望有自家的模組 所以像這些IP商 他們在賺的是智慧財 那智慧財也代表說 這些半導體廠 那需要客製化的一些模組 那這些IP廠就會連帶受惠 所以你去看 為什麼智原在前幾週 它有辦法飆到將近300元 因為它是IP 賺的是智慧財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其實電子股有非常多 可以去低接的股票 而且這一次下去 因為很多電子股動輒都是跌 也可能說3到5成以上 這樣子的跌幅 你在這個時間點進場 它之後要翻一倍 機率是非常非常高 也可以說 要翻一倍的機率是非常的容易 所以把握本週 還是一樣最重要的 準備一筆資金 既然說 中秋是要去對抗通膨 對抗停滯性的通膨 為什麼不趁本波下跌 就開始執行 所以準備好一筆資金 那我們就從這次的下跌 開始去進場 如果手上有一些持股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不知道它是否屬於 所謂的趨勢產業 歡迎直接來電 直接視訊我的Light 跟Telegram 會幫你做處理 接下來一樣是 船廠跟電子雙軌並進 直接來電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本公司與分析師 所推薦分析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